在过去的十年间 就是说应当讲 好莱坞的越来越看重中国这个市场 尤其近几年 那么因为我们中国市场呢 就是说特别是近几年呢 就是说迅猛的发展 在文化市场包括娱乐这一块 那么同时我们也非常开始注重 对外的交流和沟通 担任顾问 担任顾问我觉得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特别是在我们两个国家 两个市场之间 越来越多的电影 包括影人呢 包括娱乐的人呢 就是说大家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交流 这几年 那么我觉得今年获得了一个消息 说两个国家之间和两个市场之间 就是说有人呢 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上升了一种产业的高度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讲 是非常有兴趣的 因为从我们华庚家而言 也是在搭建一个平台 去希望能够去触动 两个国家之间的 就是说他们更多的交流 更多的希望呢 我觉得是一个实质性的合作 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呢 我觉得能够参与到其中呢 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据我了解呢 这次美中部乱会呢 就是说能够去邀请 两个国家之间呢 有很多有创意 有文化 包括有影视 这样一些背景的企业呢 来参加这个博览会 作为这个博览会的一个顾问 我也回去积极地去做一些宣传和推动 希望更多的企业呢 去了解和参与这次博览会 那么预祝支持博览会 获得圆满的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